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自讯、流行、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好,我们这一小时呢 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检察官的生活 检察官到底在检查什么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 检察官姚重略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姚捡 对不对 大半大家都会这样讲 大部分都是这样说 姚捡好 那这一本书呢叫做 我不是人家说的那种hero 好,那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什么 其实我这本书就是要让 想让大家知道说 检察官到底在干嘛 因为大家好像都会知道 律师在干嘛 律师就帮人家辩护 那大家也知道法官在干嘛 就是反正就判 判决 那检察官到底在干嘛 大家都知道检察官这个字 但是检察官到底在做什么工作 好像大家都不胜清楚 对,所以我就想说 透过这本书 让大家知道检察官在做什么 然后了解一些基本的 应该说是刑事法律的制度 是,然后里面有很多 你亲身经历的案件 对 稍微改变一下 就是应该是 就以自己办过的案件为基础 然后抽点吸抽点 这个是主要的目的是为了 我去讲一些制度 比较方便 就把它带出来这样子 就让我们更理解检察官 他究竟在做什么 那第一件事情呢 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讲的就是 检察官三个字 大家会不会写呢 检察的查 中间那个查 要怎么解释 这个有点 不是 不是茶水表的查 不是茶水表的查 是观察的查 对,是观察的查 是有保字头 保盖头的查 对 所以不是检察什么 检察你的手帕有没有带啦 检察你的水壶有没有带啊 不是那个茶水表的查 是观察的查 对 所以检察官 大家要先把这三个字 给写正确 好,那怎么样会想成为检察官啊 因为你们司法体系出来 有不同的选择嘛 有法官、检察官跟律师 那我知道录取率各有不同啦 检察官跟法官录取率比较低 对 比较难考啦 就理论上是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选择检察官 因为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要成为检察官的这条路 其实还蛮多的 迂回 对 其实我一开始本来没有想念法律系 当然就 又阴错阳差 我很讨厌听到这种话 因为医生说我没有想念医学系啊 但分数就这么高怎么办呢 也不是 因为分数也没有真的很高啊 法律系分数很高耶 对 但是我说 因为我是念政大 所以 分数还比台大还稍微低一点这样子 对 然后 那时候也是跟家人讨论之后 才决定来念法律系 你本来要念那个广电系 对 就传播的 传播的 对 然后 就 走上了法律这条路 那后来毕业 通过考试之后呢 那时候也是跟家人讨论说 那一开始以这比如说法官律师或检察官来讲 我本来比较想当律师啊 一开始啊 因为觉得律师好像每天都可以打扮得很帅啊 对 因为关于律师的那个电视剧比较多 对 然后每个都很潇洒这样子 但是后来 跟家人讨论的结果嘛 就说 因为律师是只要你取得执照以后就都可以职业 那但是如果检察官跟法官这个 如果没有去受训的话 可能以后要转这一行的机会就比较少了 那所以就想说 那来先来看看法官跟检察官在做什么 嗯 对 但我知道有一些人法官检察官考了好几年都没有考上 对那就是 你们这是国家特考嘛 对我们叫做司法官特考 司法官特考 嗯 录取率多少 诶录取率哦 我也不知道耶 据说可能是个位数的 个位数 百分比是个位数 对是个位数哦 因为律师的话他的录取率就比较高 对 但是法官跟检察官就没那么高 这真的是个位数哦 我有听过一个律师跟我说 他考了三次 也呵呵 法官检察官没有考上 嗯 所以他就是在当律师这样子 那他其实也没有说什么 什么层级的高低也没有这样的意思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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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些人会误会说 检察官在身上去是法官 其实不是的 你们是平等的吗 对对对对 你们可以转任是不是 我们是可以互相转任的 而且其实这个考试 也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因为检察官跟法官 录取人数比较少 其实是 我觉得是因为 政府原额 就公务原额 他不可能无限制的扩张 那所以他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他不像律师 他是比较属于 市场竞争的行业 所以律师的录取率 可以拉高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国家的 需要的司法人员 没有这么多的话 其实他开放的名额 就比较小 对 可是但是也是难考啦 也是不好考 那你检察官跟法官 你怎么选择 因为我们当时候 去受训的时候 会到各个地方去实习嘛 其实都会接触到 法官跟检察官的工作 当时候在选择的时候 就想说 法官到底在做什么 法官其实很 要花很长时间 在办公室写判决 这是他们最辛苦的地方 那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评估 我觉得比较 在办公室比较坐不住 对 但是检察官的工作 不限于在办公室内嘛 那有可能需要在外面 跑来跑去啊 去看现场啊 去搜索啊 等等这些 那我觉得好像比较 机动性 比较灵活 比较灵活一点 比较机动性 对 所以我就想说 那好像还不错 来试试看 是 那您这样 现在做检察官 做了几年了 我分发到现在 到二十年了 已经二十年了 对 所以 So far so good 就是对于检察官这个工作 还是热爱着 当然有时候也会觉得很累 当然会有一点疲倦感 对 但是有时候就是 有时候完成了一些案子之后 还是会觉得 蛮有成就感的 因为检察官 我觉得跟法官都一样 因为律师可以选案子 律师你自己可以选说 你可能专精在民事 或是家事法庭 或是什么刑法 或商业法等等 但是我看你们检察官 是不是没有办法选择案子 对啊 就案子来我们就要办 就要处理 所以你们应对的群体 非常多 就是各种都犯罪 但是还有什么 金融犯罪的 然后什么国安犯罪 然后那种什么 刑案犯罪的 应该就是说 从社会的最高层 到社会的最底层 我们都会接触到 对啊 那你们这样要怎么样去理解 很快理解这个案子的 的一个 你们要切入的点 所以其实我们内部 会自己分组 在一些承办下 他会分组 比方说分成 专门办智慧财产权权的啊 那有些办民生案件啊 比方什么 甲油啊 甲盐啊 这些 然后有什么妇幼保护啊 就一些 性侵害的案件啊 就会 会再去细分这一些啦 那你们细分是自己可以选择 还是说 呃 用什么方式去分你们是哪一组 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组 然后你可以 比如说你工作两年之后 你可以选择 要换组 哦 就你又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案 案件类型 OK 那你自己办最多的是什么案 过去这几年办最多的就是诈欺案件 诈欺应该是现在很大宗的案件 对 现在诈欺应该是我们台湾刑事案件的主流了 他是不是瘫痪我们司法体系了 应该快快快要可以这么说了 太可怕了 所以 所以那种诈骗案件层出不穷 嗯 可是能够抓到主脑的容易吗 诶 老实说真的不容易 因为都是车手啊 都是人头啊 对我们抓到 大家都是车手 人头账户 那主嫌很多在国外 嗯 对啊 国外就陷于我们的 因为我们国家国际处境的问题嘛 有时候有些人不想跟我们司法互助 嗯 我们也没有办法把这些人带回来 嗯 所以这个现在就是我们目前 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大家对于检察官有什么样的疑问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是姚检 姚重略检察官 带来这本书叫做 我不是人家说的那种hero 大家可以从里面更了解 检察官到底在做什么 而且呢 里面也有一些实际的案例 也是给我们做一些法律上面的教育 让我们更有一些法律知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访问到检察官 姚重略检察官 他带来了一本书 我不是人家说的那种hero 一般人听到检察官三个字 也是会好像有点肃然起敬的感觉 就跟法官一样 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会碰到 哈哈哈哈 希望是都不要碰到啦 对 那刚刚有提到你们碰到的案件 各自就是面向很广啊 各自有不同 那请问一下你们跟警察 跟法医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 应该是说我们 其实是属于一种合作的关系啦 我自己是这样认为啦 因为毕竟检察官人数比较少嘛 警察人比较多嘛 那警察是散布在台湾各地嘛 所以他们有比较多的资源 或者是其实 或者是说比如说 人家如果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第一时间也都先去找警察 对 那警察可能 如果真的有人犯罪的话 就会负责去把这件找出来 但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法律上需要的法律上协助 比方说他们可能要去 把人犯带回来啊 会需要我们开鞠票给他 那或者是说他有需要监听啊 或者是要去搜索啊 这些都需要我们去 协助他们去向法院申请 搜索票或是申请监听 这个要检察官去帮忙申请 不能他们直接向法院申请 不行 那我们这个流程到底是什么啊 在台湾 就是比方说 比方说警察好了 就是觉得说 如果我今天发生一件事 例如说我发生了那个窃案 然后我去警察局报警嘛 报案 那这个需要检察官吗 这个不用 这不用 就直接去警察局报案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我被人被人在路上走一走 随机的就是伤害我 嗯 然后那个人被抓到了 对 这需要检察官吗 就是如果他当场被抓到的话 当场被抓到 就要直接就要马上送到地检署 有检察官处理说看到底是要把他 比方说要交保啦 或者是向法院申请鸡押啦 这时候就是直接去检检 地检署了 就是警察会把他带到地检署来 哦 哦 对 那被害者呢 需要去地检署吗 哎 如果有需要的话 比如说我们想要问清楚说当时事发的状况是怎么样 因为可能只有被害者最清楚 说事情发生的经过是怎么样 嗯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会找被害人来地检署了解一下说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 哦 哦 所以那如果我们要历听说哪一些状况直接找警察就可以 哪些状况可能警察就会请地检署直接移送 就原则上只要有发生比如说被偷啦被抢啦这些可以都可以直接去到警察局报案 嗯 那报案之后可能警察为了要去找人 如果没有当场抓到人嗯 那警察可能为了要去找人的话 那比方说他可能要请要去居体啊 居体被告可能就请警察官开居票啊 嗯那如果有些案件比较严重需要到监听的话 那他也就可能会到地检署来跟检察官说 哎我们这件案子需要监听嗯 拿一些号码我们觉得我们如果看完相关的证据觉得OK的话 我们就去跟法院申请说 哎我需要监听这几只电话 法院也有可能打回票吗 当然当然当然 哎因为法院可能觉得没有需要 没有需要哎 或者说我们要去搜索一个人的家里面 比方说可能他家有毒啊有枪啊 嗯 那我们要去跟法院警察 跑来找我们 然后就啊我们就看完之后就说哎 哦可能 这个我们就证据已经有足够到可以去搜索的程度了 我们就去向法院申请请法院发搜索票给我 然后我们去嫌疑人家里面去搜索 看有没有一些什么毒品啊 枪支啊或者是什么一些 或是一些金融犯罪的证据 对对对 所以一般来说检察官办的都是刑案为主吗 对对对 应该是说检察官原则上就只有办刑案了 哦 检察官都是以刑案为主 嗯 所以等于就是在一个刑事犯罪当中 检察官要调查要搜证 对 然后你们要向法官证明说这个人是有犯罪的 对嗯 但法官有可能打回票吗 有可能啊 有有时候有时候比如说你们电视上会看到说啊谁谁谁被起诉了判无罪 对 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被检察官起诉你也不能定他罪对不对 对对我们在台湾的台湾是说无罪推定论是不是 应该是说全世界的刑事诉讼的原则都是这样子啊 都是在法院判决有罪确定之前我们都是要推定他是无罪的 但是以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检察官常常给人家起诉耶 对那是因为起诉比较会比较会有新闻嘛 有时候不起诉比较没有新闻 是这样吗 对啊 还是说你们真的觉得他应该要被起诉你才会起诉他吧 对啊 因为我记得好像有个统计资料 其实所有的案件啊起诉的比例没有那么高 嗯 对嗯 所以我们都是会有发一定一定是有相当的证据 检察官才会起诉 但是到了法院那边他又判无罪 对因为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可能就是牵涉到证证据认定的问题嘛 嗯 我们认为证据已经可以证明被告有罪了 但是法院可能还不够 所以是法官法院需要的证据又更完整又更全面吗 还是说你们所看的面相不一样 这个我一直很好奇耶 应该是说法院他要当然他要判决有罪的话 其实他要有相当的证据才可以去判被告有罪 但是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证明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有时候法官的认为跟检察官认为可能程度上会有不一样 嗯 对所以有时候检察官认为 哎我这样已经可以证明了啊 但法官说可能觉得可能还有一点点问题哦 所以就会判无罪 那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有上诉嘛 所以检察官可以继续上诉 对就上诉到高等法院去让高等法院的法官再审查一次 哦对那像最近的新闻最近的政治新闻因为我们在播出的时候已经已经到了下个月了八月但是在七月初的一个政坛的新闻就是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他被呃等于是被积压嘛那检察官就要去申请积压禁建对有检察官申请那法院就要去判决说他到底要不要积压对要不要禁建对就法院会做一个裁定 哦说哎他他这样的情况到底有没有需要积压或者有没有需要积压之后有没有需要禁建 OK由法院去判断嗯那法院说哎只需要交保五百万然后他不需要积压对就可以放他自由对就可以放他自由那检方这边也可以提出抗告抗告对说哎我认为我认为那可以抗告几次啊就是要看抗告到高等法院之后如果高等法院发回的话那就要地方法院就要重新再裁定哦 哦所以你们跟法院的关系感觉是很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对我觉得是应该是各自行使自己的职权啊啊但是会有一些互相怎么讲监督哦就就是说我们起诉之后法官可以来判断我们的证据够不够对但是法官如果判决之后我们觉得哎你这样子判决是不对的嗯嗯我们就可以上诉但感觉最后决定权就是法官啊对啊所以这个等于就是 那就是说哎我觉得这个就是等于是哎司法权的行使上面有一些相互监督监督的机制啊而且我本来以为哦你们是隶属于同一个单位就不是哦法官是司法院对但是检察官是法务部哦所以隶属单位是结案不同的对不一样的哦了解所以法官跟检察官他们是平行的但是隶属于不同的单位对 那你们可以调任吗可以我们可以互相申请要转任你可以转到法官去对啊法官也可以转过来当检察官哦对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考试嘛对我们是同一个考试然后同一个应该是同一个实习训练出来的训练的所以在台湾是可以这样子对可是不是全世界都这样子哦嗯因为在美国的法官跟检察官是投票的他们是选选举的他们是选举的对这也蛮妙的哈哈哈他们不用经过考试是选举哦 他们应该还是要经过一定的考试对至少应该会有先有律师的资格哦那你会想要转法官吗哎有啊我曾经有想要转任法官啊但是被司法院拒绝了哦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哎拒绝理由不知道反正他们可能觉得我不太适任吧哈哈哈你没有听出抗告吗没有没有没有哦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比较了解法官检察官哦 还有律师以及这个在警察单位他们的联动关系啦嗯好那我觉得你们处理的刑事诉讼案真的好好复杂哦而且你们还要去跟监是不是哎不会检察官原则上不会自己跟监啊大概都是警察去跟监或者是调查官就调查局的啊嗯去去有时候他们有些案子的当然有些案子的需求他们会去跟监啊可是我看你们好像半夜也都常起来办案是不是那那个都是通常都是一些比较重大案件 比方说可能凶杀案啊对或者是一些比较复杂的金融案件啊会在半夜发生哦就是可能有时候可能比如说说会从下午开始问问被告一直问问问到晚上然后可能如果觉得有需要申请羁押的话就办就是会向法院申请羁押这样向法院申请羁押多久会有结果那要看法院开庭的结果嗯因为有时候案件很很比较复杂的话法院有时候也开开庭开比较久但会不会社会 关注的比较大的案件就会速度比较快会这样吗有时候可能速度可能也快不起啊因为那个可能卷证实在太多了有时候一时间一时间要消化可能也不容易哦那像检察官你们同时在办案的量大概有多少应该是说我们大概一个一个月大概会有最少会有分到八九十个案件八九十个对这么多压力好大哎就对会一直会不断不断的案件发生 然后其中刚有提到诈骗案的比例很高现在是蛮高的然后再来是什么案诈骗案最多吗对啊可能其他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酒驾酒驾也很多啦哦对然后可能就是一些窃盗啦这些这些案件OK嗯好所以我真的觉得检察官的压力真的蛮大的哦他们每个月的loading八九十件真的难以想象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来听一下故事哦在书中有很多的 故事也顺便给我们做一下法律的教育马上回来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欢迎回到POP最正点好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姚重略检察官这本书我不是人家说的那种hero你可以透过这本书里面了解到检察官他的日常还有呢在办案时候他们的妹妹嘎嘎其实我发现检察官跟这个 很多的各行各一样你们都有一种非常职业的敏感度你有觉得自己这二十年来有一种敏感度吗你看到这个人会觉得这个人有什么蹊跷什么之类的吗会吗应该是说光看外表可能看不出来啦嗯对那可能要透过跟他的对话问答会去会去思考说哎他讲这些话正不正常啊或者是会不会太偏离 常规这样子哦好因为你在书中也有提到说检察官会判定你讲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我们透过证据啦你们要有这样能力也透过证据所以我觉得你们的逻辑性要非常的强嗯哦这个司法人逻辑性是非常的需要来协助他看到的各种事证然后来做判断 那像呃书中我写了很多例子你有没有特别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例子嗯讲诈骗好了啦因为我看那个诈骗那两个人怎么感觉好像很冤枉哈哈哈哈这好像很多哦对因为我觉得这国人可能大概有嗯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有收过诈骗电话吧是或是收过诈骗简讯嗯嗯嗯对因为我连我自己的妈妈都已经都收过好几次 对所以诈骗案件其实我觉得应该几乎已经变成呃台湾刑事案件的主流了嗯嗯对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或者是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在做的是诈骗的行为嗯或者是说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正在被诈骗嗯嗯嗯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我们我曾经在办公室跟跟这个同事开玩笑啊他说我们就说我们像这新冠肺炎的疫情啊这几年然后之前 呃呈诚中不是每天都开记者会说我们今天新冠肺炎有几例然后是什么什么病毒这样子然后后来好像疫情就慢慢就被控制下来的那我们就开玩笑说我们如果成立一个中央诈骗案件指挥中心每每天由可能内政部长或者是法院部长去说我们今天被诈骗几件然后诈骗的方法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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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诈骗集团用什么方法诈骗你这样子这样子会不会让民众这样会更有警觉性提高警觉一点诈骗案件会不会少一点 是对不然我觉得诈骗案件其实很多但是有时候国人又会对我们处理的不满力因为其实抓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一下下游的地方像你书中讲到那对夫妻他们就是去看真人的广告他们要找工作然后也没什么一技之长对所以他就找到了一个工作就是什么去帮忙收钱以为是会计也就对就是说有都给都会骗你说什么我们其实这是公司的货款 你只要拿了现金之后交给另外一个公司的会计就好了对一天领三千块对所以那就会让人家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做的工作那我也去做这个就好了不要这么辛苦的来这边上班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其实有很多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他的想法是说又不是我自己去骗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去领钱而已啊或是说我只是提供账户而已啊但是其实这样的就是共犯了嘛对其实这样都 都是等于是去帮助人家帮助那些诈骗集团嗯去更好更方便去做他诈骗的行为嗯嗯但是他们自己没有这个他有时候自己会没有这个认识是而且你讲到了那一对夫妻他们还抱着一个baby哦对他们才刚生一个baby对啊对啊所以他那个baby就是等于是一起入肩服刑就对了对啊台湾的监狱是可以带baby进去的可以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是可以的可以带baby可以带长辈吗在长辈不是真的 只能带babybaby他有限制岁数吗就是一个年龄层应该应该是有一个岁数哇所以那一对夫妻就是看到真人的广告嗯然后他就去应征应征之后他发现这工作太轻松了而且钱太好拿对然后他也不宜有他对搞不好他有怀疑可是他觉得又不是我做的对对对但他这个还是要被关吗就是如果如果他刑度是被判判决到要被关的的话要就要进去服刑哦 哦对所以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我也是觉得蛮心酸的啦但是又觉得好像还是要给人民正确的法律教育啦没错没错嗯嗯所以像这种诈骗就会被列入你们变成重大刑案组对我们重大刑案组就是专门在负责处理诈骗案件哦我以为他会放到什么民生犯罪哎哎没有哎这民生犯罪比可能是主要比较处理一些民生必需品啊哦柴米油盐酱醋茶哦哦哦之类的 那像弃毒组是不是也很忙对弃毒组也蛮因为弃毒组一方面要处理吸毒的嘛然后可能还要处理一些什么制造的制造的制造的贩卖毒的走私毒品哦这些对啊因为毒品的其实利益也比较庞大一点嗯哼对所以其实案件量也是蛮多那通常这种都是如果要弃毒的话通常都是警方有一些线索然后会协同检察官一起去对因为因为警察可能他们虽然有线索 但是比方他们可能需要去现场搜索对或者要要上线去监听说啊这个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有在联络毒品的交易或者是有在联络制造毒品的事情嗯哼对所以他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协助哦哇所以这个案件真的办不完哎那像我们从那个电视啊或电影当中看到的检察官他在办案的时候跟法医之间的关系是通常都是那个刑案涉及到命案 有关吗对对如果哎这个就牵涉到检察官的另外一个业务啦我们叫做香烟就是去有人死掉了如果他不是不是病死的比方说可能自杀啊或者是车祸啊或是被被人家杀死的反正只要怀疑他不是因为因病死亡的检察官就要去现场看他的状况那当然就是跟但是这个其实跟就是跟医疗比较有关嘛嗯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法医一起去那法医会去看一下他的 整整个身体的外观状况那如果当下可以判断他是怎么死亡的比方说自杀可能就比较好判断那如果有一些比较不明的话原因不明的话或者是有一些杀人案件嗯我们要确定那个死者的身上的致命伤是什么嗯就要解剖来看到底比如说他的内出血到底有多少啊或者是他或者是被人家下毒啦对有可能对所以这个就这个时候就需要法医来协助我们那通常如果说 呃商宴当中需要解剖的话都需要当事人的家属同意哎当然我们能取得他的同意是最好啦因为其实就是在台湾大家还是比较不能接受解剖这件事情啦啊可是为了因为为了查明死因嘛因为检察官最后要开一张死亡证明书上面要记载说他是怎么死的嗯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死因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开那张证明书所以我们还是会去说服家属说我们确实是有这个需要不是说给你给你乱解剖或是什么的 嗯对嗯让他们理解说这个是因为我们有刑案刑事案件上面的需求所以就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这些事情是嗯所以如果是这种命案现场的话嗯姚检也是看过很多案件就是对这每个检察官都都会遇到的案件一定一定都要去现场但我在书中有看到你讲的故事就是哎好像有的时候冥冥当中又有一些好像蛮玄秘的事情你好像有一些side就是好像有一些 提示或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应该其实很多人问过我说哎当检察官要去看尸体那这样你们到底有没有遇过什么灵异事件啊我自己的感觉我是没有什么灵异体质啊哎啊不过就我觉得各行各样好像都会有一些什么禁忌或是什么对像我刚提到说我们要去外勤就是外勤相宴嘛嗯那我们其实有一个有一个禁忌就是说你在值班的那一天哎最好都不要去问你的同事说 你有你有没有出去相宴啊或是什么这是个禁忌不要去多问因为一问的话可能你就要去相宴因为我这个就是有亲身的经历啊我就是有一次值班的时候然后可能那天就是一直到下午大概四点的时候都没什么事然后我突然有一个同事就进来就看到我坐在办公室里面在做事情然后他就只是随口问说哎你有出去吗然后我就说我就突然跳起来我说啊我说这种事情不要乱讲嗯嗯嗯嗯结果竟然过十分钟之后电话就 就打来了就通知说啊有某个地方有那个有人有人过世了需要去相宴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有时候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啦嗯嗯嗯那你自己还有什么禁忌吗我自己是没有什么禁忌啊嗯嗯对啊只是说有人问我说我们遇过灵异事件那我自己的职业生涯这么久我其实就唯一就只有遇过那一次但是我觉得那一次我也不知道说那个算不算是什么灵异事件嗯嗯嗯就是我有之前有在承办一件杀人案件然后那一件事我大概 在半夜两三点的时候接到通知说有有凶杀案发生要要要要马上去现场看这样子然后就就去现场看可是看完之后呢其实我就大概过了一个礼拜其实对那案件什么都没有头绪因为也不知道凶手是谁就还一直都还在追查当中然后一直到大概隔一个礼拜的同样凌晨那个时间我的门铃突然响了那我在想说是不是是是是邻居喝醉酒乱按电铃吗就出去看哎都没有人没有人对完全都没有人然后我本来还以为我是不是听错了 结果后来在那个电铃响之后隔天就警察就打电话跟我说哎甲冠我们找到凶手是谁了破案了对然后我我那时候就想说嗯是是是是是是巧合吗是巧合吗还是有什么关联性还是说我是太累了听错了对但是就是那一次之后其实我好像也没有特别遇到什么什么灵异事件有破不了的案吗应该还是还是有啦对只是呃我觉得我们的警察同仁跟可能一些一些 查查查能其实都都都蛮专业的蛮厉害的嗯对应该除非那个人跑到可能跑去国外或是什么对不然可能基本上我应该都都可以顺利破案嗯嗯嗯那你自己因为检察官的生涯有20年的经历了哦嗯你自己有曾经那种印象非常深刻的案件吗我想应该不少啦那有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让你觉得哇重重一击或是觉得哇好像毫无头绪这样子哎其实我就是蛮多 我会会把它写在我这本书里面其实对我来讲都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件嗯嗯对嗯嗯那尤其是比方说我第一次接触到杀人案件啊对啊或是说第一次接触到外国人的案件啊嗯嗯其实对我来讲都都会有些冲击性嗯嗯嗯对在检察官的生涯当中哦这个我觉得抗压性要很强心理素质也要非常强哦而且每天又是崭新的一天这个身心要非常的健康你才能够继续 担任这个检察官的工作嗯真是不容易大家如果想要多了解一下检察官在做什么的话呢这一本我不是人家说的那种hero分享给大家马上回来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典欢迎回到POP最正典我觉得我们都很需要一些法律知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哦那有多一点的法律知识我们也可以了解怎么样自保 也可以理解哦怎么样也是不会伤害到别人也是尊重别人例如说啦我们常看到有一些案件就是公然侮辱罪嗯尤其是公众人物很喜欢互骂然后或者是这个心情不爽的时候你可能邻居惹到你你就给他干狡一下这样子对那这个公然侮辱这个其实也是检察官要办的吗对啊那个其实蛮多的啊嗯嗯嗯嗯公然比方说邻居吵架很多啦那有时候比方说在路上发生行车纠纷 互相骂的也很多也很多对啊那更不用说政治人物骂来骂去是政治人物告公然侮辱罪的太多了对很多很多就是可能你讲一句话但是但是有的时候是这个有被起诉那个没有被起诉然后到了法院又这个有判有罪那个判没罪嗯所以好像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哎就是我觉得你可能要看当时的场景是什么啦嗯而且他前后前后闻到底是什么 嗯嗯嗯对有时候骂的话可比较难听但是不一定会是公然侮辱就是有哎呀比方说有些人骂只有骂一个字的对跟骂一串的那个到底有会不会有什么区别所以检察官会看当下的氛围对就是跟他们前言后语对就是为了什么事情嗯嗯可能讲话的过程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嗯嗯对不是说像我就觉得有人在哎比如说在网路上都流流传什么什么什么用语对用语然后会罚多少钱 那个那个表是没有但我就觉得那个太片段嗯就是他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用一个字或是一个词就去认定说到底有没有嗯嗯对所以我就希望说大家会有多一点的法律尝试但是这一种很片段的我觉得其实就会会造成误导是对好总而言之就是大家在讲话的时候哦自己还是要要有修为啦对哦不要随便去乱讲例如说骂他很丑比谁谁谁还要丑呵呵就他一次骂到两个人 例如说你比谁谁谁还要丑哦那这样就是真的也是丑的嗯美感的定义也不一样对啊对啊哦只是说可能被骂当时他可能他可以提出身心受创的证明这样会不会比较有利就有可能啊就有有可能会有民事赔偿的问题嘛嗯对啊但是会不会到刑罚那个就就程度就不一样对因为到民事可能就是要罚钱嗯民事跟刑事又不一样对对对对那刑事跟 民事刑事就是感觉你好像极有可能你肯拿去坐牢对可是有很严重的但有很多刑事他不就是就罚钱也是对啊对啊嗯嗯对啊总的来说啦你觉得台湾的法律到底是严还是不严啊应该说有些很严但是有些又不严对就检察官的立场嗯你会怎么看台湾的法律咧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法律有时候我们因为毕竟我们台应该说我们台湾法律很多都是等于是学外国的嗯所以就觉得哎有时候就觉得 东学一点西学一点嗯哎呀因为我觉得人家外国他们发展出一道法律啦哦他是有按照他们自己那边的习惯啊或什么慢慢发展出来的嘛可是我们是看我们是看到人家说哦这边有规定这个哦啊另外一个有规定这个哎好像两个都不错我就把它拿来都来弄来弄一点嗯可是有时候就发现说其实他们有时候会格格不入啦对然后有时候我们又会很呃又会有些行为就就常去思考说哦这个这个要重罚对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比方说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其实酒驾这件事情 修法好几次越罚越重嗯大家有没有发现酒驾有没有越来越少对好像没有嗯对这个也是大家讨论的话题对所以所以这个就被重罚制度之下到底有没有改善酒驾的问题对嗯对啊所以其实也不只酒驾有些可能本来是应该行政机关去管制就好但是那人民又很讨厌这种行为所以又又把它变成说我要给你做刑罚的处罚嗯那这样到底好不好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可以检讨 嗯哼那因为这本书有姚简写的这么的详细哦也透过了呃深入检出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好检察官的日常那你希望人家挺到检察官的时候是怎么看待检察官的对但是我希望说就是大家就是去看了这本书之后其实知道说检察官其实他要做工作不是只有要把人定罪嗯他其实就是他最主要目的就是说当一个人有犯罪嫌疑的时候这个到底有做或没做 就是说检察官有可能还你一个清白嗯有可能就是说啊你有做所以我要跟法院起诉去判判刑嗯哼对那所以检察官不是说一定要给人家判判刑才可以其实他的工作的面向其实是有很多的那你有在可能在日常生活有很多时候都有可能会有会接触到检察官或者是说希望透过这本书呢能让大家有一些基本的刑事法律的概念对我们今天也 也真的非常开心可以访问到姚简哈姚从略检察官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我不是人家说的那种hero谢谢姚简谢谢主持人谢谢